你有多久沒回故鄉呢? 這是一場關於故鄉的旅行 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長的一天便是冬至的到來 冬至的城市繁忙依舊 步履匆匆 遠離了土地的人們無需再遵循時令的節奏 變幻的節氣如今已僅僅成了提醒人們年輪更迭的信號 在人們記憶中的故鄉 然而,在人們記憶中的故鄉 冬至的到來卻是一道不可忽視的風景 正是從那一天開始 從北至南 廣袤的中國 進入寒冬 辛勤勞作了一年的人們 開始停更止坐 回歸悠閒 回歸寧靜 出版風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即将到来的岭东筑藏鲜美 一山傍海的青山村民自明朝永乐年间史 便多以打鱼为生 如何在寒冬之际仍能保持鱼的鲜美 田晒鱼便由此而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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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吃饭了 放了冬了 这个大冬 看见的沙了 我给你吃饭了 我给你吃饭了 我给你吃饭了嘛 我给你吃饭了 让你吃饭了 我 woi 향宝宝尔 我要出来 这样的送账 你 Turning Leon 中文字幕志愿者 顾名思义 花膜正是因其斑斓鲜艳的颜色而得名 这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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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耳朵 这是书次来了 书次来了 里头不合 无论去吃饭了 这到底是说是 一辈子都生活在故乡的刘东梅 虽已年过七旬 但论起蒸花膜 在山西近城这座三面环山的古村庄里 它仍然是一把好手 在山西岸出你 是这八天尴露的 梅里估花膜 所长的耳朵 我这么说是 一辈子都没有 是没有 是一个小鲜 那是这个 那是 很好 这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气候湿润土地肥沃 尤为适合梅花生长 其种梅的历史可追溯至秦末汉初 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乾隆下江南时相传六次来此探梅 其梅林鼎盛 由此可见一斑 从小记忆中就是到处都是梅花 特别是春季前后 到处都是然后上花那里也是很多 很多 长出来再剪一下 像这样一棵整个这一棵 二十八年 花了二十八年的心血了 喜欢 有人出家庭要卖 要来买这个东西 舍不得 真的 从小也是喜欢梅花 父亲也是做梅花盆景 我的爷爷也是做梅花盆景 村民周冰芳家传一手梅花盆景的制作工艺 十八岁就曾外出打拼的她 终究没能忘却故乡的这抹风景 如今每逢冬季 梅花傲立风雪之时 便是她一年中心情最为惬意的时候 当小 好嘞 这一旁 你看 乖乖乖 这个根系 那么多 顶住了 所以把它锯掉 它的生命力很旺盛的 不用担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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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把这个梅花盆景 梅花精神 梅花文化 包括梅花的那个形态展示出来 一直想要做一个有一个梦 要建一个以盆景跟梅花景观树为主的一个主题公园 然后这个公园是开放式的 是免费的 让他们瞧一下 原来梅花盆景比其他花灰盆景还要好 因为它是专门的 感谢观看